可以去看嗎 好 謝謝教授主義文章 那剩下的醫療騙訪 我們知道現在開始 最近所謂的二代騙訪 那在一開始的 初代騙訪以來 那個醫療其實其實是存在的 但是我們必須要從 正面反面的地方來思考 正面的部分呢 我們認為 像是很多國家都沒有完美完善的醫療照顧 是 也就是這個保險事務 那透過人民互相助助的方法 將大家資金集中在 然後做一個 可以有安全性的健保事務 讓你能夠躲上的照顧到 比較 比較弱勢的補助 但是 在反觀來講 現在我們知道 透明的是 很多人突然會先爆發 很多信用卡一樣 才去 各家大的醫院去訪 拿藥 以及 去詢問醫生 或許 同一個病棚 還是問了30家醫院 他還是繼續的要 直到車出去 詢問更多的醫療 那這部分 可能就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 那 所以也因為 像政府一級 可以用客戴背後 希望能夠感染這個問題 不過 事實上 我認為 其實只要 客人都能夠 擠一樣的制度 而且 賽律的使用這個制度 不用說多度浪費 等到有需要的時候 再繼續使用 我認為這個制度 其實相效於是 他沒有國家 是讓人很開心 然後讓人比較放心 謝謝 謝謝 按鈴